继续来关心南韩MERS的疫情持续扩大 疾管署在边境已经开始进行防检工作 只要民众从疫区回来有发烧状况的人 就会开立24小时的警告单 也要随时回报身体状况 而除了MERS疫情需要关心 今年国内也出现第一例肠病毒重症死亡的病例 医生提醒大家 目前是肠病毒的高峰期 要特别注意婴幼儿身体状况 南韩MERS疫情越滚越大 从5月20号确诊第一例后 已经造成4死41例 疾管署提醒从疫区回台的旅客 14天内若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 要通报1922且居家隔离 有发烧 有手耳 有烧雕 我这里有死 但是他没有到医药院所 没有这个病例的接触死的话 那我们呢会给他做卫教 还有开立这个24小就医警告 请他去就医 就怕疫情入台以防万一 疾管署在机场边境也设立防检站 从疫区回来的民众会先测量体温 如果有发烧的话 评估后会进行卫教宣传 且开立24小时就医的禁告单 没有发烧的话 则是会进行卫教宣传 除了MERS外 国内目前是肠病毒流行期 家长们也要特别注意 出生后第三天 在家里面发现说 有这个相关的一些症状 经过这个通报跟检验之后 确定是罹患肠病毒的其中一种 叫做克沙奇B5 但是很不幸是在他出生后的第八天 就因为多重器官衰竭而死亡 目前只有女婴家中两岁幼童出现感冒症状 医生提醒一般婴儿感染很难分辨 只会出现活动力和食欲下降 民众关心MERS外 更别轻忽国内肠病毒疫情 欢迎讯的赖伟凡 蔡杰玲 台北报导 而南韩MERS的疫情失控 和南韩旅游商务往来的 这个频繁的台湾得绷紧神经 包括台北市长柯文哲 以及前SARS防疫总指挥官李明亮都认为 台湾不可能零case 6月以后那天早上还去韩文音乐报 那个不好意思 你有没有口罩吗 一听到从韩国回来 医生警觉性超高 立刻要求所有人戴上口罩 就怕韩国MERS疫情烧到台湾 基层医疗院所有漏洞 新北市卫生局主动突击检查 基层医疗院所去了解 他们对于问诊 是不是针对有一些疑似的案案 有去确实的询问旅游史 跟接触史这样子的落实的程度 南韩MERS疫情失控 目前确诊病患 来到41例4人死亡 照航空往来频繁 及疫情传播速度来看 身为外科医生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还有前SARS防疫总指挥官李明亮 都认为台湾不可能零case 以前我们SARS的时候 就是没有发烧 你几乎就保证不会传染 那我们现在知道是说 这个已经不是那么安全的 一个衰卷的方法 换句话说 100个人进来的话 有15个人是不发烧的 可是他病人可以带进来 有着丰富抗病作战经验的李明亮 之言不可轻忽 因为MERS疫情不像当初SARS 发烧就是染病特征 也千万别只将重点放在南韩 中东往来的旅客都得留意 一旦发现发烧咳嗽 像是泪流感的症状 都应该赶紧通报 让MERS疫情溜进台湾前 抢先做好防护网 欢迎新闻 朱家松林志鹏 谈一轮台北采访报道